好帅气有没有 欢迎春莱 原来这么个春莱了 我要离他远一点 太帅了 对 正式的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世界冠军爆春莱 很高兴来到了广东 因为这里是我的福地 我羽毛球的 所有的职业生涯当中 这里是意义非凡的 一个经历的地方 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来到广东 谢谢大家 你知道为什么春莱会说 广州是福地吗 母鸡母鸡啊 2007年的11月 爆爆是首次在当时 广州的中国羽毛球超级赛 夺得冠军 所以是福地 我的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地方 也是在广州的天河体育馆 2000年世界青年几秒赛 之后很多年就在广州打比赛 2007年拿到了我认识当中 第一个中国风格赛的冠军 所以说就是回到福地 充满着回忆 你所有的抬头和称号当中 有一个称号 是给所有的球迷心中 留下了不可蒙面的印象 叫做黄金左手 是吗 我们准备了一个 黄金左手的威力测试 想看看这些年 黄金左手的威力还在不在 应该还在 好想见识一下 好 接下来 暴春来 黄金左手威力测试 正式开始 请下我们的道具 夏天来了 所以我们栏目组呢 准备了几个西瓜 供我们观众朋友解解渴 辛苦抱抱 可能得需要你用羽毛球 来帮我们抱抱解瓜 暴力解瓜 乒乒乓 乒乓球运动员和羽毛拳动员 谁的球速更快 羽毛球 能达到多少 因为羽毛球它的瞬间 时速能够达400公里以上 400公里 那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现场 就能看到这种飞速的 拋瓜的运动 是的 的 我好激动啊 你知道吗 因为春来歌 是我一直膜拜的对象 大家都知道 包春来是世界羽毛球冠军 对 而我弹杰西 是中国羽毛球 热爱程度天花板 那么厉害 那你算是业余高手了 来来来 我们掌声有请杰西 来来来 刚才说了 这个包包是400公里时速 你呢 我没有测过 应该40公里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来 我们掌声给杰西 加油 加油 试一下 连天气都打不到 怎么 哎呀 是打瓜不是打人 不要殃及吃鱼 对对对 哈哈哈 哎 有了 哎呦 我这已经裂开了 非常厉害了 那我们请抱抱来展示一下 哎 我觉得有个小应该 如果我没有打碎怎么办 那如果你没有打碎 冠军奖杯交给杰西好吗 这样 哈哈哈 呦 呦 呦 来点掌声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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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那位兄弟 哎 你真的要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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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 抱春来抱 抱 啊 啊 哇 啊 爆了爆了 已经爆了已经爆了 已经爆了 对已经爆了爆了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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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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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相当于钻地导弹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打瓜的一种状态 必须把球 镶到那个 西瓜里面 这个时速应该达到了很高吧 羽毛球那一瞬间的速度 他能够达到300-400公里 哎哎哎哎哎 这怎么还吃上了 哎 来杰西杰西来这边 哇好甜啊 好甜啊 偶像打的瓜味道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真的很好吃 打瓜打不过他 嗯 吃瓜还可以 吃瓜不错的 那我负责把春蕾 打的瓜分给大家吧 可以可以 我们本着不浪费食物的原则 好 谢谢 两位实力王者和瓜样美男的对决 抱声来 韩月 对蕾宣言 对于我们运动人来说 只要是比赛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 其实我的梦想是踢前锋 但是最后担任了守门员 达到见多识广的舞台 我一样也要守住我的城门 韩月的城门可不是西瓜 看你的黄金左手能不能将他的球门攻陷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为 抱顺来 韩月 开题 请听题 小平演员 龚翰林 春晚上的口头禅 母家火遍全国 请问 他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不是广东人 但是 谁听 谁说 所以他的意思是 不知道 回答正确 广东人被讨吉利 挑选猪手时 一般会挑选左手还是右手 广东这边 右手是比较吉利的 叫猪踩手 所以会选右手 恭喜 答对了 中南山院士的名字由来 与哪座山有关 中南山还是紫金山 中南山院士为我们的防控运行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铭记它 所以我的答案是 金山 恭喜 保重来 回答就去 成龙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 留下手足印的中国香港影星 请问 除了手足印 他还留下了哪个身体部位的印记 成龙的鼻子是具有特色的 所以我选鼻子 回答正确 就是成龙的鼻叶 人和蚝被钙片的主要成分之一 为生蚝 请问 生蚝是哪种海产品 在粤语中的叫法 是牡蛎还是海红 人和钙片非常好吃 补钙也非常的多 而且呢 里面的成分有很多是牡蛎 所以我的选择是牡蛎 营养 恭喜回答正确 yes 图片题 请看图片 图中动脉人物 年龄更大的是哪位 是喜羊羊还是灰太郎 灰太郎已经结婚生子了 而喜羊羊现在还在上学 所以当然是灰太郎 回答正确 灰太郎 视频题 请看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的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那海边 我有一个圈 是好满地决心做做成 奇迹满地举行做做记忆上 我们唱的这首歌是歌颂深圳改革开放 展现深圳发展景象的歌曲 那么请问你知道深圳经济特区是在哪一年成立的吗 邓爷爷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是在1979年 那么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 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所以是1980年 恭喜回答正确 请用粤语说出两个表示很厉害的词语 因为我特别喜欢粤语 所以第一个是豪爷 可能发音不标准 第二个是豪塞来 已经够了回答正确 恭喜韩岳 广东省曾评选出岭南文化十大名片 请最少说出其中三张名片 第一个就是粤菜 第二个就是粤剧 第三个就是黄埔军像 第四个就是尊中山先生 都在电影里面看过 恭喜帮助来 剩下的名片分别是广东音乐 广东棋楼 六组会能 关燕 开屏碉楼 和广交会 广东的哪个镇 因培养出的运动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被誉为举重之乡 加油 博山 看来你们体育界也是合行不合适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东莞的石龙镇是举重之乡 来 萌曼老师做一个解析 东莞设阵最早的就是这个石龙镇 老百姓啊喜欢举这个石锁 这是一种健身的工具 新中国建立之后 就从这呢 选拔了一些举重运动员 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啊 叫做陈敬开先生 陈敬开先生一生 十次打破举重的世界纪录 在1957年的8月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 当时的苏联 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强到什么程度呢 把苏联的国旗 都悬挂在冠金的旗杆之上了 陈敬开他就非常的不服气 他叫了一个很高的重量 他自己的体重是56公斤 他叫了一个140公斤 所以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呢 哎 然后他说了 一会我举不起来的话 恐怕你们就要把我抬下来了 但是最后他居然就真的举上去了 记者们问他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说我用六亿人的力量举上去的 我们现在讲体育比赛 胜败乃兵家尝试 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 那个是一种民族精神 是一种民族的底气 所以六亿人的力量举起了一个世界冠军 现在我们有14亿1178万人 其中我们广东省的人口 是在全国各省之中排名最高的 我相信我们什么都举得起来 学得太棒了 我们东莞十龙镇所代表的一批中国的举动员 真的是把国家的这种荣耀和威力举了起来 那韩岳非常遗憾 有什么话说 今天已经很尽力了 我们春老师的一毛球很精彩 农曼老师的解说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很开心 混得很好的韩岳 希望你在体坛和文艺圈都能够如鱼得水 再见韩岳 谢谢 请听听 广州西塔指的是广州哪座摩天大楼 广州国际金融出信 恭喜报春来回答就见 1比0 请听听 在2020年中国D级市小康指数排行榜中 名列首位的是广东 哪个是 两位几乎同时答出 请看鹰眼回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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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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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我去过 我参加过 3比2 反超1分 请听题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是哪一剧种的著名演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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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3比3 请听题 粤语俗语 散水 最早是源于哪个行业的术语 哇 这 两位几乎同时答出 看一下鹰眼回放 五 一 一 抱春来更快 四比三 恭喜抱春来 拥有一个 赛点 涛涛加油 下面是关键议题 请听题 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的获奖影片 红鹰她的导演叶大鹰 是哪位广东名将的后代 一 一 叶庭 我先说的 两位几乎同时答出 回看一下鹰眼 张涛涛更快一点点 涛亮 4比4 打平 双方加油 请听 关键一评 岭南画派创始人 高建复在广州创办的 春睡画院 得名于当时 不搞料 打对了 恭喜抱春莱 5比4 再次拿到赛点 涛涛加油 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 是显星海 词作者是哪位诗人 方卫然 恭喜抱春莱 这两位力量型的选手 这个题目有些难度 但是两位答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特别好看 我觉得要是用一个成语 说这叫龙争虎斗 这边打的是龙飞凤舞 这边打的是虎虎生风 到最后其实输了赢了 不重要 为什么 云从龙 风从虎 各自都是这个领域的大王 虽然都是大王 都是英雄好汉 但是明显 涛涛有不舍 有遗憾 心中又不甘 估计是因为我身体太重了 所以说 我的声音传导会比较慢一些 虽然伴北了 但是我接下来会再接再厉 争取再次回到见多识广的舞台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也期待你的再度追来 再见 鸡肉奶爸张涛涛 那也恭喜抱春莱 帅先闯入了我们本场的冠军争夺战